问苹果,苹果的货底这个朋友是129美元,他问你可不可以加注? 129美元,很漂亮的,不过都买了一段时间,起码超过三个位置 因为近这两季最低位价值150元的 Apple,我个人觉得中场市来说仍然看好 因为Apple自己本身iPhone仍然是相当强悍,而强悍是极度有机会的优势是扩大的 因为现在市场,现在已经说的不是你的产品受不受欢迎那么简单 而是供应链的竞争,有很多手机公司也是供应链的问题,原材料的问题 其实也都令到毛利率有机会缩窄得来的市场,都有机会被人抢了去 所以你见到其实小米为什么会跌那么多呢? 其实你见到大概的原因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Apple是有机会借自己供应链来说 就是打个比喻就是说,那些供应链有多么困难也好 正常供货呢,你想想第一个供给谁先 这个,他敢得罪苹果,这个 他当然供给Apple先 就是打个比喻就是,你说产业已经没问题的 那当然个人供啦,货那么足够,Apple又供,小米又供 那你现在假设货值只剩下,只可以供给一间 左手哪是Apple,右手哪是小米,你给哪一间呢? 好坦白说,给Apple,这个 所以在这样的这么特意的市场背景的情况之下 Apple很大机会的市场都来说是扩张的 而进一步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Apple相关的产品 特别就是说,无论是双加产品,以至就是说 特别是在远看收益的那一部分 其实在那个增长都仍然都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就变了就是说,在整体Apple来说 都算是挺完美的,一个是所谓 工中带,稳守的一只股票 OK,那也都近期,也都 这个市场也是借加息和缩票的因素 股价都有所回落 那所以我觉得,也都可以示威 是分段这样吸纳去加加注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想法